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玉米成熟之时 他们便会在头像的带领之下 小心翼翼避开铁丝网 进入农田地 他们遵守着 如同在雨林之中一样的进食方式 有条不紊地用这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填饱肚子 然而 对于庄稼帝真正的主人来说 亚洲像的频频光顾 为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人与象群的关系 因生活区域的高度重叠而变得矛盾重重 相伴生活在同一片雨林的树荫下 人类与象群 其需更为有效的邻里秩序 现如今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与引导下 这片亚洲像的秘密食堂 已经完全合法化 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 当地政府部门与野生动物学界 逐步建立了科学的亚洲像管理保护机制 大象食堂便是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 村民与政府签订了 大象食物园基地的协议 将近千亩耕地 改为野生亚洲像食物集中补给区 至此 这片农田地的经济作物 变为了野生亚洲像的生态食物 使食物园基地的农业 与野生动物的保护 进行了有机结合 如今 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 这片羽林之中的亚洲像栖息数量 正在稳步增加 - 谨野生亚洲像栖息数量 - 健康薄息数量 加入旧与野生亚洲的肥料